长期关怀弱势族群的基督教借菜总会首度发表青年社会影响力调查报告 公布2017年到2023年青年赔礼领域的服务成果 透过多元青年赔礼,帮助经济弱势青年 青年来总共就业辅导1431人,有953人成功进入职场 超过67.1%得以改善生活条件 也让青年勇敢追梦,相信自己有翻转人生的机会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持续静静,下去下去静 然后可能有一天可以自己开一间类似咖啡厅 然后可能就可以跟街菜总会合作 然后他们有些青年想学类似餐饮类的东西可以回馈 或是提供给他们一个场地可以办个讲座 有个温馨,有个关怀的环境这样子 我觉得是同理心跟问题解决的能力 像同理心的部分,就是我以前可能比较不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甚至是别人在讲什么 我可能就比较没有注意听他话中里面的话是什么 但是自从上完课程之后,让我会更仔细地去思考 我的朋友他讲的那些话中带的意思是什么 以及也会去了解他的生活 跟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这样子 就让我更去了解我的朋友 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好这样子 就是透过这一种 因为我有测过排卡的一些测验单子 然后我得出的结果是 我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是艺术产业 那因为我本身是学钢琴 所以我想要未来可以从事演唱会乐手 keyboard手这样子的梦想 去前进这样子 青少年的改变 应该就是我自己的社会的工作的价值 的信念的地方这样子 跟青少年在一起 应该是说每一次开班 看到他们的那个历程 其实他不会马上就会给你一些 立即性的改变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年来的布条 其实他就是用陪你 虽然那个陪是用陪力的陪 但是其实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在陪伴 就是青少年的旁边 陪他们一起面对就是就业上面的困境 而且不只是就业 其实生活上其实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其实就业只是一个其中的小小议题而已 那牌园的角色其实就在他们的旁边 然后陪着他们一起面对这些 就是困境这样子 那我们一起来 阿玛丁好棒 他更有信心了一点 发表会中借由舞台剧演出 邀请现场来宾参与以职押牌卡 激励聚中青年建立自信 街菜总会透过自我探索工作方 就业陪力班以及技能训练班等陪力课程 协助青年提升核心职能 获得正向就业经验 甚至引介工作机会 帮助青年顺利就业 我想奇异而得着 这一段话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赔力过程中 能够让他们拥有知识跟技能 那因为有知识跟技能 在加上陪伴之后 让他相信他真的能够把知识跟技能 给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花莲我们有个习业所这个理念 不是这个场域而也是这个理念 我们希望复制到台湾各个地方 然后透过赔力这个时候 让他们参与建栏的时候 不是只是在做一个工作者 他实际上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说希望说再把三创 所以创新创意跟创业这样的理念 能够在未来这条路上能够铺陈出来 68岁的单亲爸爸李先生 也分享当初独自拉拔两个小孩长大 幸好有借菜总会的支持 得以改善生活环境 现在他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执行长帮我找到希望医工团 因为我的环境实在很长龙不堪 然后我们执行长就帮我建造到希望医工团 来帮我把整个环境重修整修过程 现在总会在这边有需要通过 刚好我能力所及 要需要帮忙做一些物资 对象都是一些弱势家庭 当然我接触到这方面 更能让我感受到 我们接触的统合在这边的一些赛情 希望能够跟社区连结 能够提供最在地 也能够是最立即性的助人的行动 所以接触者会期待的是能够跟社区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助人网络 在这个助人网络里面呢 会存在着像李爸跟他的孩子一样的家庭 是需要我们能够去关怀跟深入发掘 而我们也会连结在社区里面的组织 学校甚至刚才李爸提到的教会 我们一起连结起来 一起提供这样子一个助人行动 那另外呢 我们也连结了像在座的每一个企业伙伴 我们的社区伙伴 还有相当多的公益平台 还有我们的任养人 资助人 我们将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化为爱心的行动 进入到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芥菜总会推动三辅助人网 以福音辅助福利的方式 帮助青年翻转人生 也邀请各界参与青年赔力计划 帮助青年找到人生价值 青年不设限 赔力翻转人生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导